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很多人痛苦就是从记忆开始的 所以菩萨让我们学会少听少看少想 身体不要去沾染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人有的时候听了不好的东西 会记在心里的 闻到一个不好的地方 你就不愿意去了 哎呦这个地方啊 哎呀臭的呢 你的眼睛看见那些肮脏的东西 色情的东西 直接进入你的意识田中了 你躲都躲不掉啊 你挖都挖不出来啊 你一磕头的时候 它就在你的八十田中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当一个人要进步的时候 他肮脏的东西就来扰乱你 这就是魔性啊 那么这个魔性怎么来的呢 就是你自己培养的 就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呀 你看了那些不好的东西 举个例子 你如果曾经踩到狗屎 你一想起来就会恶心 就是这样 所以一年不能太执着过去 不要整天想着过去的事情 所以菩萨叫我们要放下 要忘记过去 淡淡显像啊 一个人的一生平淡 才显示出他的香味 所以你看 西方人很多人喜欢茶香水 如果茶的太浓的话 你看看 让人家闻了 反而头晕了 淡淡清雅的香水 让人家记忆非常的游行 淡淡的感受 让人家永远铭记着心 那就轰轰烈烈的 暂时拥有的 生死离别的 来得快 去得也快 所以师父要你们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恰到好处 就是像做饭一样 不要太闲 我们人不听不烦 越听越烦 人生活在世界上 不听不烦的 越听越烦 生心 才能大定 人家说路定 实际上就是身心路定 你们想想看 身心是不是路定 身定下来 坐在那里 不动了 你的心 还没定下来 所以身体定下来了 你的心也要跟着定下来 那你这个人 叫身心大定 那么这种人 接下来就产生的 就是一种智慧 不要动 不要动 不要急 不要急 让我想一想 应该怎么做 你智慧就生出来了 所以智慧生 解脱 意义 就非常容易 解脱就非常容易 所以不该看的 我们不要去看 不该听的 我们不要去听 不该接触的 不要去接触 去看看啊 哎呀 没看见过 你看了 可能就在你的意识当中 永远也擦不掉了 所以嘴巴不能坦吃 乱说话 把你的心中 正能量全部都会说完 把你心中 那些负能量 全部慢慢会说出来 所以多说话 我们说 从身体上来讲 是漏气 如果从学婆上来讲 你就是漏话 漏话实际上 就是把你慢慢心中的 一些内在的 一些思维 全部讲出来 那么有些思维 不正的 它会影响到 别人的生活 和工作 学习了 让别人痛苦 有的时候 你讲出来了 你给自己留下了 无限的后患 你都不知道 得罪了谁了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我们做人 要赶跑 赶跑 自己 对自己的诱惑 人间对自己的诱惑 我们不住 色生香 未出发 也就是说 今天很香的东西 闻过了 结束了 我们今天 哪怕很臭的东西 闻过了 也忘记了 不住 色生香 未出发 今天手碰过了 哎呀 很柔软的一个枕头 也就过了 哎呀 吃过了很好的东西 舌头 舌尖上 吃过了 你也就忘记了 那么你把这些贼 慢慢的从思维当中赶跑 你不住在那些香啊 开心啊 就是那些味道啊 好啊 这个色啊 看见了这个 哎呀 好看啊 生啊 香味出发啊 那你这个慢慢的 离开他们了 他们就不会跑到你的五蕴当中了 所以 心经里边说 要照见五蕴皆空 你今天怎么空啊 你不把这些色生香 未出发 留住在你的心中 你当然不会有这些了 你是不是就是五蕴自明了 你就是拥有了五蕴皆空了 那你用不着照见了 它本来就没了 所以五蕴色受想形式 它本来没有一个蕴想 色想受想形想 或者思想 它全部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全部都会过去的 就像你们从小到现在 你们想过多少事情 你们想过之后 现在还有吗 没了 小的时候 我们都想过 自己应该成为一个谁 以后如果我长大了 我要成为一个科学家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家 什么家 想过吗 想过了 你现在看看你是什么家 你现在是在家 你现在坐在家里 因为那是想象 那是运想 那是虚幻的 那个能够是穿透的 那个是有了之后就归空的 一种运想 一种运想 所以色它就是物质 受就是你的觉受 想就是你的思维 想念 促 实际上 这是想 行呢 就是你的行为 事呢 就是你的意识所为 所以要学会 用意识 用自己的智慧 来管控好自己的色受想形式 怎么管控啊 不要让外城进入你的内心 怎么样把你的内心管控好 不要让外面的色受想形式 进入你的内心啊 那就是我刚才前面跟大家讲的 师父跟大家讲的 你们不该看的 不要去看 不该想的 不要去想 不该闻的 不要去闻 不该碰的 就不要去碰 就不要让这些五蕴 进入你的心中 不要让外城 在你的内心染灼 不让红尘 进入你的意识 这样 你才能 辨别 世间的 真伪 像我们学博人 如果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意识 我们才能辨别 世间的 伯法的 真的 假的 正的 邪的 是 或者非 或者善 或者那就是恶 所以 长时间的修行 你就会去除 三毒的烦恼 你坚持修行 坚持精进 因为三毒 是你明心见性的 最大的障碍 贪嗔痴啊 你看看我们所犯的错误 我们年轻的时候所做错的事情 哪件事情离得开 贪 贪 称 吃了 做出多少 愚痴的事情啊 让别人 耻笑 自己回想起来 也是那么的 可笑 可恶 所以要去除 三毒 记住了 学博 学法 我们要提倡 从根本上 来修 那师父今天告诉你们 修行从根本上修 那叫什么修法 到底修什么呢 那么告诉大家 就是心修 从你的心里 好好地修 实际上就是修心 所以修心修行 以心为主 好好地修心 远离三毒 你的自然的佛性 就会慢慢地流露 你自然内心的 九世田中的 般若 佛的智慧 就会让你在人间 拥有着 无从无尽的 菩萨的智慧 来解决 人间的一切烦恼 今天呢 在跟大家呢 讲 我们学佛人呢 要学会 调控自己的情绪 因为情绪 它会传染的 学好调控自己的情绪 防止情绪的传染 你们记住了 你们情绪不好 会传染给别人 别人情绪不好 也会传染给你 所以学会调控 那是最重要的 一般的情绪传染 的条件 是什么 如果你今天 感觉到自己 情绪了 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 或者好 或者不好 或者有什么变化 你自己首先 能感觉到 并且呢 想通过 你的表情 和你的语言 来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 你的情绪 已经有了 你想说 但是你没说 你想做这个动作 你没去做 其实你的内心的情绪 已经开始产生了 而且 这种情绪的产生 并不知道是正能量 还是负能量的时候 你一般的要知道 你如果这种情绪是真诚的 你就会显示出 很强的表达能力 和行为 能力 比方说 我非常想去帮你 你虽然没说 你过去直接帮一个老妈妈 拿着拎着很重的 东西 你这个行为 那是真诚的 比方说 你很想说一句话 来感恩他 你只要讲出来了 我真的从内心感恩你 我谢谢你 这种真诚就造成了你 对别人的真诚的回报 那么就是一种感染力 那就是让别人通过你的表达方式 他也会反馈 给你这种正能量的表达方式 所以正能量的表达方式 是非常能够吸引别人 对你的来模仿的 所以很多人说 我要去做这件好事 边上人一听 他马上就说 我也要做布施 我也要做功德 你们做义工 我也去做义工 所以义工才会越来越多 这就是一种 他的正能量表达 让你得到了 一种正能量的回报 这就是传染 这就是感染 所以师父 跟你们讲 好的东西模仿也是特别快 不好的东西 模仿力也是特别快 所以希望我们学佛人 要用正能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